市区频发连环杀人案 警方抽丝薄茧 发现凶手居然是曾经的天使长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惊悚片夺命感应 男主华盛顿是一名刚正不阿 嫉恶如仇的警官 在他的职业生涯里 截止目前已经将八名罪犯送上了脚印架 这一天晚上是第八名死刑犯被执行死刑的日 华盛顿来到监狱 跟死刑犯炮灰格见最后一面 炮灰格是一名连环杀人犯 曾经无缘无故杀害了很多无辜的吃花群众 虽然自己是被华盛顿活捉的 但炮灰格似乎并不生气 还主动的跟华盛顿握手 并且冲着华盛顿说了很多莫名其妙的话 这些话是一种古老的语言 在场的所有人都听不懂 最后炮灰格还给华盛顿出了一道谜语 把华盛顿听得是一头的污水 觉得这哥们应该是临死前 由于精神崩溃的灰言乱语 炮灰格说你对我做的我会加倍奉还 咱骑驴看账门走着瞧 我一定会回来找你 行刑的时间到了 在大家伙的注视之下 炮灰格一会儿哈哈大笑 一会儿又唱起了歌 似乎一点都不害怕 炮灰格死了 附在他身上的邪灵 被开始寻找下一个宿主 最后相中了为炮灰格推电闸的行刑官 由于华盛顿连结自律 从来不收受贿赂 因此在警察局里并不受人待遇 警察胡子叔一直想拉他下水 但反被华盛顿给教训了一顿 被华盛附身的行刑官晚上出去嗨癖 华盛又趁机跳到了另外一个人的身上 华盛就这么在大街上的行刑中间跳来跳去 直到他找到了一个自己认为满意的宿主 由于这哥们也没什么特点 我们姑且称他为A宿主 华盛顿平时跟自己的弟弟和侄子生活在一起 他弟弟离婚后一个人带着孩子 生活的非常简单 华盛附在了A宿主身上之后 当天晚上便把一个俄国人给杀了 第二天早上离开前 还吃了一顿牛奶泡麦片的早餐 吃过早餐之后 A宿主给华盛顿打了一报警电话 华盛顿和同事胖叔叔来到案发现场 发现门后边写了一些字 内容跟炮灰哥临死前对华盛顿说的那个谜语一模一样 李昂和施派克司机之间的空白是什么 不仅如此 警方发现凶手的作案手法 和刚刚被处死的炮灰哥的作案手法完全相同 据此警方认为 炮灰哥很有可能还有通道 或者说有人正在模仿炮灰哥的作案手法 关于那个谜语 李昂和施派克司机之间的空白是什么 华盛顿始终是一头雾水 这个时候警察胡子叔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根据调查华盛顿得知 早在1965年 一名叫李昂的警察曾获得了那年的模范警察 而施派克司机则是坏警察的典型 但奇怪的是 牌匾上只有施派克司机的名字 但对模范警察李昂却只字为题 华盛顿上网查找李昂的消息 发现这位当年的风云警察 在获得模范警察输容后的八个月 一个人在山中的木屋里竟然开枪自杀了 华盛顿根据线索查出了李昂闺女家的地址 李昂的女儿告诉他 他老爸当年的情况跟现在的华盛顿很像 也是杀人犯被执行死刑之后 又有人用同样的手法再次作案 也正因为如此 很多人认为他老爸并没有抓住真正的罪犯 至于他老爸为什么要在木屋里自杀 李昂的女儿似乎有难言之言 晚上华盛顿回家的时候 在路上跟A宿主擦肩而过 A宿主在下车的时候 协领又突然跳到了B宿主的身上 随后A宿主在家里 被不宿之客B宿主给杀了 杀了A宿主之后 B宿主又给华盛顿打了一电话 华盛顿等人赶过去一看呢 发现正是头天晚上跟自己擦肩而过那哥们 而且凶手的作案手法跟炮灰哥一模一样 转过天 胖叔叔找到了华盛顿 说被害人的身份查出来了 正是之前杀害俄国人的凶手 这下可把华盛顿彻底搞梦圈了 他开车来到自杀的那位警察 李扬的小木屋查找线组 他不仅在地下室里找到了一些关于神学方面的书 而且还在墙上发现了一个名字 他找到李扬的女儿聊下情况 李扬的女儿说 你要是还想多活几天呢 就不要再追查下去 经过语言学家对炮灰哥临死前所说的话的分析 认为那是一种两千多年前的古老语种 和圣经基本上属于一个时代 大致意思是 要把华盛顿整的是生不如死 转过天 邪灵又附在了一只猫的身上 通过这只猫 邪灵开始在警察局里跳来跳去 华盛顿绝对不对劲 在后面紧追不舍 并且用炮灰哥曾说过的那些话跟邪灵交流 邪灵一看自己被发现了 索性也就跟华盛顿摊牌了 然后继续在吃瓜群众当中跳来跳去 这件事对华盛顿的刺激不小 作为一名警察 一个无神论者 目前这个状况让他有些找不着北 他知道跟同事们说也不会有人相信 无奈之下 他只好再次找到了李扬的女儿 李扬的女儿说 有些现象只有上帝才能解释清楚 这个名叫阿萨索的邪灵 以前是位天使长 后来因为背叛了上帝 被贬着到人间变成了恶魔 由于他被剥夺了形体 因此只能附在人身上才能生存 李扬的女儿在往回走的时候 被邪灵给拦住了 但邪灵并没有伤害她 而是以不断附身的形式 在后面吓唬这个单身女人 接下来邪灵开始对华盛顿的家人下手了 华盛顿说 大哥啊 你最好离我家人远一点 不然我就给你拼了 附在了一个老师的身上 并且逼着华盛顿枪杀了这位老师 老师死了之后 邪灵马上附在了旁边 一位吃瓜的大姐身上 邪灵说 老弟你还是太年轻啊 我想附在谁身上就附在谁身上 你能拿我怎么地啊 华盛顿说 既然你要的是我 那就干脆给我来个痛快的得了 邪灵说 那可不行啊 我还没玩够呢 晚上华盛顿和李昂的女儿通了一个电话 问李昂的女儿 邪灵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 李昂的女儿说 是为了毁灭全世界 当初的古巴比伦国民 就是被这帮家伙给毁灭 华盛顿经过研究发现 这邪灵也不是没有弱点 据希伯来的书上说 邪灵离开宿主的身体之后 只能在空气中存活很短的时间 如果在这段时间里找不到下一个宿主 那么很快就会挂掉 一天早上 当华盛顿起床之后 突然发现自己的弟弟被邪灵给杀了 而且他弟弟和侄子的胸前 都被邪灵写上了特殊的符号 这个时候他又接到了 同时胖叔叔的电话 说那位被邪灵附身的大姐跟媒体说 当时是华盛顿先开的墙 目前警察已经准备逮捕华盛顿了 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华盛顿 急忙带着侄子离开了家 他把侄子暂时放在里昂女儿的家里之后 开着车前往里昂警官曾经自杀的那个小木屋 他准备在这个地方把邪灵彻底解决掉 当年里昂警官来小木屋的目的 也是为了除掉邪灵 但遗憾的是失败了 天黑之后 队长带着胖叔叔突然出现了 非要把华盛顿抓回去问个清楚 就在队长将要逮捕华盛顿的时候 胖叔叔突然一枪把队长给毙了 原来邪灵已经提前附在了胖叔叔的身上 接下来是华盛顿和邪灵的一场巅峰对决 华盛顿的目的很明确 他之所以把邪灵引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就是为了让邪灵没有诉许给依附 华盛顿首先打上了胖叔叔 然后点了一根掺有剧毒的香烟 当他感觉到自己快要死的时候 也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的 华盛顿这边一咽气邪灵有点黄了 因为如果他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找到下一个宿主 那么就会彻底隔屁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 邪灵带着华盛顿的肉身奔跑了一会之后 一只野猫突然出现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首唐诗压经吧 痴妹亡两妖魔怪 一个更比一个坏 总想毁灭全人类 最后全都卸了菜